太虐了太虐了 快快慢慢的關卡 等等我 等我 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入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超級馬力歐驚奇 我是惟惟 上期的影片裡面 我們解到日光沙漠一半的關卡 那這一集我們要繼續把 日光沙漠的關卡全部都解完 我來選必須公主當我們的角色 上期我們解到最後 解到這邊 解到氣球魚的關卡 我們解了氣球魚 驚奇碎片 那接下來我們 來往下面走 下面有些關卡我們還沒有解 大概這邊會看到一個問號 這個問號要怎麼樣打開來 這邊是一條小路可以進去 我們就在這邊 踏上這個問號 這個標誌 然後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標誌 也踏上去 然後你再到這邊 踏第三個標誌 就會打開隱藏的門 隱藏的關卡 我們來了 中間還有一些關卡可以解 不過我們先解裡面的關卡 這邊 這個叫做小心頭頂滾滾滾回廊 我們來了 開始了 有尖刺球會跑出來 我感覺我等一下會被尖刺球壓到 小心點 有尖刺球要跑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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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居然活下來了 這邊的話 我剛才看到上面有一個紫幣 我們來去拿一下 我們拿到第一個紫幣 喔 然後這邊的話 有個小紫幣可以拿 然後這個地方你可能會想說 這邊的東西要怎麼拿 有一個加一命的 我們從這邊拿 從這邊下去 帶一個加一命的蘑菇在下面 如果從這邊下來的話 不僅可以拿到加一命的蘑菇 你還可以拿到一個紫幣 我們拿到第二個紫幣 那我們就繼續闖關 小心 尖刺球 小心尖刺球 小心尖刺球 這上面不曉得什麼東西 我們去看一下 這上面有一個小紫幣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到 checkpoint 這邊有一個問號 裡面有 大象的能力 上面有個超大超大的鐵球 還有金棋花 不過我們這邊拿不到金棋花 我們應該從這邊上去拿金棋花 好 好沒有問題 我們上來了 拿到金棋花以後 這個大的球就會跑下來渣你 快逃啊 這邊可以拿到金棋花 這邊可以拿到金棋花的碎片 小心點 小心點 然後躲在這下面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這邊有第二個金棋花碎片 然後是第三個金棋花碎片 然後是第三個金棋花碎片 然後我們拿到第四個金棋花碎片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不然太緊張了 好 衝起來 來 喔我被壓死了 我要 我來再試一次 我再試一次 可以嗎 這地方我先把大象的能力叫出來 小心點 好 我們已經喘關過一次了 就在這邊拿金棋花 然後大球時間 我看那張不知道怎麼過 我跑不夠快嗎 我跑快一點 第一個 不行 我 六個 阿 那邊 這邊有個水管要從這邊進去啊 那從水管那邊進去才是正極 還是要下去才是正極 我試試看這次從水管進去 跑快一點 然後從水管進去 啊從水管進去才是正極 叫我們拿到第五個碎片 就可以拿到驚喜種子 掰掰 我們有拿到三個紙幣了嗎 我完全忘了 我覺得他還會回來 這邊有紙幣欸 等一下等一下 喔這球很恐怖欸 好現在我們才拿到三個紙幣 這邊的話 我是把我們墊腳石拿走了 把我墊腳石拆了幹嘛啊 這樣我們要下次才能過關呢 喔我們可以超到這邊來 好險我有降落傘 這樣我們就可以拿到最高級 剛才還以為我要重玩一次 我們現在從比較簡單的關卡開始玩 接下來有個關卡是 飛行傘 用帽子當降落傘的 一個關卡那個超難的 這個還算簡單 一個監視球的關卡 然後我們來到這邊 暴衝賽車鼠 這稍作休息的關卡應該很簡單吧 那我們就來了 這個關卡是這樣子 你先到這個地方 然後會彈下一顆賽車鼠 你拉他的尾巴 然後他會衝起來 我剛才不小心把他打爆了 拉他的尾巴 衝起來你跟他比賽誰快 我衝得不夠快 再來一次 我應該要跳上去 再一次再一次 等一下記得要跳上去 然後到這邊以後馬上頂起來 就可以拿到我們驚奇種子 不是很難的一個關卡 我們就過了 暴衝賽車鼠 稍作休息 拿到了一個種子 接下來我們收到了 觀眾WAT的留言 他說在這個地方 這個回廊這邊 你往這個地方走 這地方有路可以走進去 你到這邊可以找到奇諾比奧隊長 你看他講話的話 他會給你紫色的硬幣 給你50個紫色的硬幣 大家可以過來這邊找奇諾比奧隊長 隱藏的奇諾比奧隊長 然後WAT說 在推推手房子左邊 也有奇諾比奧隊長 我沒有找過 我們來去找一下 我把我自己傳到推推手 的關卡這邊 在推推手房子的左邊 在沿路往下 往左 一路往下 往左 這邊 然後 然後在一個牆壁裡面的關卡 這邊 這邊也可以進去 好感謝WAT 這個我不知道 剛才那個奇諾比奧隊長 我有去找過他 這個我是不知道欸 喔 他也會給你50個硬幣 然後我們收到Maple的留言 Maple說第一個世界 也有奇諾比奧我們沒有找到的 這樣我來 打開我的地圖 然後我們到第一個世界 然後去 降落傘嗎 這邊 帽子降落傘LV1這個地方 這地方也有奇諾比奧 到這個地方以後 第一個世界 帽子降落傘這邊 你往右邊走 這邊也有可以到奇諾比奧的地方 感謝Maple告訴我 感謝Maple告訴我 這樣又可以賺50個 紫幣 都找到了這些奇諾比奧隊長以後 我們再把我們自己傳回原來的關卡 我們之前是玩到 日光沙漠這邊 而且感謝觀眾告訴我 奇諾比奧隊長在哪個地方 這個爆衝賽車屬 我們也解過了 我們就離開 這邊還有一些關卡 我們沒有解 你在沙灘這邊 繞來繞去 就可以看到 這是我最怕的關卡 帽子降落傘 我們來了 這真的超難的 我玩過超多次的 然後 我是不小心過關的 那等一下我就打算 先玩一次失敗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能會 會玩很多次 然後會把我成功的畫面剪輯下來 我連這邊都過不去嗎 沖起來 沖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才是真的難 我們來了我們來了 慢慢的不要往下 勺桿千萬不要往下 只要往左跟右 有沒有很難 這樣我們拿到一個紫幣 然後我們飛過去 然後衝起來 然後衝起來 這邊真的很難 這邊真的很難 慢慢來慢慢來 不要急 我剛才太急了 這樣就拿到這個紫幣 不要貪快 再次回來以後 我們再衝過去 你還好嗎 然後這邊真的超難跳的 秘訣就是 我也不知道什麼秘訣 我秘訣就是 全部全力衝刺跳 那我可能會失敗 失敗以後 我就可能 接下來是剪輯我成功的畫面 不然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要跳一個小時 那我們來了 那 不 這樣我就過了 昨天晚上我在練習的時候 我 我老婆在房間裡面 一直聽我罵髒話 就是 過要過這一關 我今天算蠻快的過了這一關 大概 花了 兩三分鐘我就過了 你能飛多遠啊 這個地方如果你拉不到 拉不到這奇怪的話 沒有關係 你就 不要再 你就 你就從中間開始跳 這樣先這樣 你就從中間開始跳 可以先拉 先拿那個紫幣 你應該能飛得更遠才對 想跳幾次都可以 重點就是從中間開始跳 我拿到紫幣 這次拿到紫幣 下次我們來拉齊桿 拉得到嗎 想跳幾次都可以 哦 可以的 重點就是不要從 最開始那個地方跳 不要從最高的地方開始跳 從中間跳就可以了 這關真的超難 這關真的超難 尤其是中間那個紫幣很難 我曾經想過可以拿 先拿 先拿最後一個紫幣 然後再拿中間的紫幣 不行這樣 反正就是難就對了 過了這個關卡 我就鬆一大口氣 那我們來去解這邊其他的關卡 在這邊 這附近還有一個關卡 木乃伊的關卡嗎 沉睡於拉洞沙漠之迷 過了那一關我真的 覺得輕鬆很多 這邊有專地的能力 沒有 剛才那 這關跟剛才那關比 簡單多了 這邊到底要幹嘛 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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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打他 感覺非常的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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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面有什麼東西嗎 我去看一下 沒有 這上面沒有東西 這邊有個水管耶 這邊竟然有個水管 看來這邊有紫幣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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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死壁我來了 加油 我還很癱要想要拿到硬幣 要從這邊出去嗎? 剛才裡面的NPC叫我不要看到什麼都要去拉 這是什麼提示 等一下拉什麼東西會有不好事情發生嗎? 我們來到Chip不要看到什麼東西都要拉 知道嗎? 這邊大家都在睡覺幹嘛? 我居然被他殺到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這邊還有我之前碰到小鳥 又來了又來了鑽地的能力 錢錢錢錢錢我們來了 怎麼有那麼多小鳥 拉爆他 我們金奇花到底在哪裡? 我還沒看到我們金奇花 可能等一下拉一個拉桿就出來金奇花 我最心想要把他們都殺了 覺得他們會壞事 這邊拉了有什麼用? 這有什麼金奇花嗎?在這裡 大家有看出來 這邊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嗎? 我看不出來 我看不出來 等一下我真的沒有拿到金奇花再回來拿 感覺那個藍色的水管好像有東西在裡面的感覺 我先把他們處理一下 慢慢來慢慢來慢慢來 慢慢來慢慢來 從這邊走 我們來去藍色的水管 等等我 好好這樣 我把剛才阻擋我的那些罐子中 把他打掉 我們再來一次 可以進去真的可以進去 裡面又有另外一個紫幣 我來把我的怪人 頭拉低一點點 我來把我的怪人 然後打算踏踏頭然後跳上去 或者我們直接可以從這邊上去嗎? 我在想什麼?直接從這邊上去就好啦 我在練習的時候跳阿頭上去 我們來 我們來來到Trip Point 這邊應該要跳阿頭了吧 不是不是不是我要跳人頭 我來自然 我來自然 原來只不過是一個 是一個小紫幣而已 我還是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啊 算了 算了算了算了 啊這個啦這還是驚奇花啊 不是這是 一個紫幣我來拿一下 可以的 早知道先把你處理掉 哦這邊啊 啊 終於拿到驚奇花了 拿到驚奇花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金字塔嗎 啊我要追 驚奇叢子 等等我 等等我 哦從這邊拉起來 哦 等等我等等我 等等我 欸我怎麼下去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等等我 快點上來 哦 這把我驚奇蹤跡 好像那種 哀喜的那種 古蹟探險的感覺 歡迎回來 這邊有什麼東西嗎 啊 這邊有一個 喔這邊已經到 終點了嗎 我 我 把他殺了好了 他沒有什麼用 哦從這邊走 嘿 嘿 嘿嘿 嘿嘿 瞬 叫我們拿到兩個機器從此 我不曉得我們紫幣有沒有完全拿到 嘿嘿嘿 瞬 叫我們拿到兩個機器從此 我們每個關卡都做得很細 都做得 配樂也不配得不錯 哦這樣 我們所有紫幣都拿到了 Good 然後我們來 這邊還有一個關卡 這附近 球球圖的散步路 一進到這個關卡以後 我來把我的 能力叫出來 這邊有個新的生物 我們可以 跟拿烏灰一樣 拿龜殼一樣 往上丟 小心點 小心點 這有點像烏龜的一個生物 不過他移動的比較快一點 這樣拿了他往上丟 喔 這樣我們可以拿到一個紫幣 接下來這邊有個水管 可以把它 往旁邊丟嗎 可以 我只能丟一次 喔 這金色水管 我不曉得可不可以進去 我來進去一下 不行要從另外一邊過來 我這邊有個花耶 我上去有另外一個紫幣可以拿 我上去有另外一個紫幣可以拿 喔 拿到一個紫幣 拿到第二個紫幣 差點沒有拿到 然後這邊的金水管 不知道會不會進去 還是從這邊進去 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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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想想在這首 沒有沒有 這邊 這水管的 裝飾作用 還是可以給他推起來 沒有這水管也不能推 不曉得不好 這邊放那麼多水管幹嘛的 就不會被他們害死 再走 我是要降上去 好喔 老大 吃了 這個 用橡筆子把他打爆 我這邊有大象能力 這個水管的話 這個水管可以進去 我這邊有最後一個紫幣可以拿 然後我來丟上去拿紫幣 拿到紫幣我就可以離開了 三個紫幣我都拿到了 這邊有朵驚奇花 好像速度有加快的感覺 危險危險危險 小心點他們就動作很快 下面有什麼水管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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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好緊張 從下面走啦 下面把它解決就好了安全 這邊反正沒有時間限制我可以慢慢來 這樣我就拿到了驚奇種子 時間恢復正常了 接下來是 真的是要拿旗桿 我有感覺要拿旗桿的感覺 蠻不錯的關卡 設計的很好 所以我紫幣又拿到了 我就覺得設計的很好 我猜我們下面的關卡都已經解完了 剩下最後的BOSS關了嗎 還有多出來一個關卡 還有多出來一個關卡 我們來了 稍作休息 岩石小房間的寶物 鑽地的能力 好了 稍作休息應該蠻簡單的哦 不要放棄任何一個紙幣 我的種子呢? 種子在這邊 沒有難度的關卡 稍作休息關卡 我猜我們的關卡都解完了 我們就上去看看是不是有魔王關還沒有解 來去打 這邊有一個關卡,我看到 可以從下面走進去 可以,藏在這邊 這也是稍作休息的關卡 來了來了 跟著節奏 跟著節奏就可以過關了 然後 魔王我們來了 小褲巴 日光沙漠的神殿 應該不會很難吧 我覺得最難就是看那個 滑翔傘那個關卡 嚇死 嚇死 這邊還有紙幣 我們可以拿 欸 拿不到 一切小心一切小心 差點掛了 好 然後我們到 checkpoint 這地方 這邊有什麼 這邊好像感覺應該要上去的樣子 果然要上去 上這邊真的有東西可以拉 有個驚奇花 有個驚奇花 時間變快 時間變慢 快快慢慢 快快慢慢 噢為 又變慢 紫幣 紫幣 太虐了 快快慢慢的 沒關卡 喂~~等等我 等等我 被虐被虐到 這邊我先吃一個 這個道具以後 讓我再來頂這些東西 喂~~ 我就是這麼 貪 好不要貪了 慢慢來慢慢來安全 那上面有一個紙幣呀 這紙幣應該要用那個 鑽定能力才能拿 是不是這樣說 鑽定能力的話 我們來了 然後 小心點 等到時間又變慢的時候 我們再上去 快點快點變慢變慢變慢 來來變慢 喔~~沒有問題 100分 超級血的 超級血 喂~~ 超級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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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要掉下來 喔~~ 超帥的 我們要拿到70種子 又來打庫巴了 庫巴Gnir 我想等一下可以換橡皮來打他 我希望不要拿到蘑菇 我希望不要拿到蘑菇 就這樣 有一半是水 然後一半是空氣 庫巴Gnir 庫巴Gnir 正在玩水 他正在玩水 所以這邊 所以這個沙漠的水 都被他 拿到這邊來玩水了 吾拉Gnir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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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換下去 不換下去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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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 我...下來!我要頂你!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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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驚險了,太驚險了 戴這個帽子根本沒什麼用嘛 我要到上面...我要永遠游上去 啊!下面有監視!OMG!OMG! 庫巴為什麼不怕監視? 耶! 我覺得我會被監視到 啊! 來吧!來吧! 無傷耶!無傷過關!我自己都不相信 這樣就拿到卓越種子 用碧氣公子拿到卓越種子 不曉得我們有沒有完全的關卡都玩完 不曉得我們有沒有完全的關卡都玩完 是俊俊採劫場還是沿江樹海 我想要去俊俊採劫場 然後最後再去火山地區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回去 花花群島 我們應該把所有的 經濟種子都拿到 應該所有的關卡都拿到 如果你所有的關卡都闖關的話 所有經濟種子都拿到的話 這邊就會標出你已經拿到所有的經濟種子 可以給100個紫幣當作紀念 那如果你關卡全部都破完以後 沒有拿到這個100個經濟種子的話 代表你還有一些東西沒有拿到 什麼東西沒有拿到 可以看我上集喔 上集我們在 一開始的時候有去一個很隱秘的雜貨店 那個雜貨店裡面有三顆種子 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上集的影片 拿到最後那個三顆種子 就可以完全破關 我們回到花花群島以後 我們用我們拿到的卓越種子 來去對花庫巴城堡這邊 的烏魚食人花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可能要往下面走 我在那個之前我來看一下我們的 關卡這邊 確認一下喔 日光沙漠我們真的全部的關卡都解完了 就有一個打勾在這邊 我來秀一下到底有什麼關卡 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什麼關卡漏掉了 這邊這樣是所有的關卡 它都會照這個順序排列 如果有些關卡沒有解的話 你就照著去解一下就好了 那就是這一集的 超級馬溜兄弟驚奇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繼續玩下去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拜拜 拜拜 我們來見面